2012年5月7日 一位名叫盈盈莲华的网友 在天涯论坛上发布了一篇名为 紧急求助 这到底是怎么了 我们是否被施了邪术的帖子 讲述了家中小孩在公园里遇到诡异事件 回家后发生的种种反常的行为 原铁内容如下 昨天我和我母亲还有姐姐 带着三个孩子去小公园玩 小的不到一岁 大的刚上小学 就在我们刚要围着石桌坐下的时候 突然从旁边走出来两个人 都穿着那种忠实的土布衣裳 使一男一女坐在了我们对面 一开始他们还有一句没一句的 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起初我们也并没有在意 然后坐我母亲对面的那个人 从随身的包包里拿出了几个两寸多高 三角形的东西点燃了 放在一张绿色的方形纸上 并且对着我们摆成了一个三角形 那张绿纸上还印了好多看不懂的符号和图案 一边念的一些听不懂的话 还一边摇着一个铃铛 并用一个金属棒向我们挥舞 很明显是向我们身上挥舞的 一下一下的挥向我们每一个人 之后又拿出了两张印着符号的纸 在石桌上点燃 只会不知道为什么就被吹到我们这边来了 这时我母亲可能意识到这里面有问题 就抱着我最小的外甥走开了 可那个人还把金属棒挥往我母亲他们去往的方向 这时我和姐姐带着两个孩子就愣在了当场 那个人又念了几句后 对着一起的人突然说了一句 快走 别回头 就匆匆地离开了 剩下我们当场实话调 我和姐姐都是老师 本来对这些事情是不相信的 但是就在回家后的当天 三个大人开始浑身都很不舒服 但是具体哪里不舒服 又说不出来 三个孩子中 其中大一点的那个孩子刚上小学 回到家就整个人恍恍惚惚的 反应迟钝 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就像丢了魂似的 另外两个小一点的孩子 平时都很乖 但是回家后就一直又哭又闹的 特别的不安 而且晚上好不容易哄睡着了 只要家里有一点点风吹草动 就立马惊醒过来 开始哭闹 缠得大人一步都走不开 因为孩子哭闹不止 我们怕小孩有什么不舒服的 就带着去医院做了检查 但是小孩除了有一点轻微贫血 别的一切正常 我们心里有些不安 小孩以前是没有贫血的 现在又是贫血 又是哭闹的 难道和昨天公园 偶遇的那两个人有关 无奈之下 我们只能上网发帖求助 这篇帖子一经发出 瞬间就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热议 在那个年代 天涯 豆瓣和灵异霸等等论坛 还是有很多人活跃的 于是楼主的求助 很快得到了网友们的关注 一部分网友觉得 那两个人就是神经病 不用理会 还有一部分网友认为 楼主是遇到骗子了 他们故意在楼主一家面前 整着一出悬货的戏 就是想利用心理暗示 诈骗钱财 楼主一家是想太多 才会疑心生暗鬼 而更多的网友 则是倾向于楼主 遇到了科学无法解释的事 纷纷出谋划策 有的让楼主去庙里住两天 避避邪 或者赶紧找个懂得师父看看 有的让楼主用柚子叶洗澡 家里放桃木枝 门上挂镜子 手臂系红绳 在灶神面前烧香 说明情况 放佛经 念棱炎咒 六字针炎咒 金光咒 正七哥 还有的让楼主 弄点黑沟雪撒在门口 然后在门前烧香等等 总之是各种建议都有 其中有一位网友提到了 这是摄魂昭音童 这就要说起古代的殉葬了 那时候王侯将相去世 有的会用童男童女陪葬 有的甚至认为 童男童女身上掀器罪足 用来守墓的话 墓室的主人死后 可能会成仙 昭音童和这个类似 也是必须一男一女 做法设魂 为墓主人守墓 公园里的那两人 肯定答应了某些事情 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 也许是因为时间紧迫 他们被逼得没办法了 刚好遇到楼主一家 就盯上他们了 另一位网友 则是让楼主看看 小孩子的手心 男孩看左手 女孩看右手 是否有青筋 而且 如果小孩的症状突然消失 那就难办了 楼主看了以后 果然发现 小男孩左手手心有发青 后来还发黑了 而且高烧不退 去医院输液都没有用 之后半夜一点的时候 小孩突然腿烧了 不再哭闹了 精神变好了 胃口也好了 但楼主总觉得 小孩看起来 虽然情况变好 可好像哪里不太对劲 经常一个人发呆 还傻乐呵 他突然想到 那位网友说的 如果小孩症状突然好转 那就难办了 心中就异常惊慌 好在老天有眼 一段时间后 楼主终于联系上了一位高人 并帮助楼主 解决了这次奇怪的事件 2012年5月17日 事情发生后第十天 楼主盈盈莲华 再次在天涯上 发了一篇后续的帖子 原帖内容如下 事情已经过去了 从开始到现在 都好像在梦中一样 看鬼话的日子不算短 一直琢磨着 怎么我就遇不到 那些稀奇古怪的事呢 再次告诫大家 帮念道 谁也不能预料 明天会发生什么 很多事情 真的不是我们原本认为的那样 第一次在天涯发帖 没想到会是求助帖 这期间感受到了 好心人带来的温暖 也曾被人怀疑 是在编故事 无论怎样 很多天来 一直想把这次的经历 做一个了结 我想 事实胜于雄辩 还是通过事实 通过我们因火得福的经历 告诉大家 网络并不虚拟 处处有真情 有好人 到底如何 是真是假 自有明眼人分辨 在以前 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 想编我也编不出来 您不用告态我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们在前一天和老师取得了联系 老师告诉我们 准备一支铁锅 一支新的盘子 和上工用的锅品 第二天一早 天还飘着小雨 老师就和司机 去车来到了我家楼下 老师下车的一刹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看到了亲人一样 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他的气质 带给我们的感觉 是那样的清凉 那样的和蔼可亲 来到我家坐下后 老师让我到他的面前 出其不意地 在我的前额拍了一下 非常神奇 这几天来的疲劳 和浑浑噩噩的感觉 一下就消失了 那一瞬间 就好像耳眸自己鼓动了一下 接着马上就清醒了 换了一个人一样 很清新的感觉 没有休息 老师就开始做准备工作 把前一天买来的铁锅 放到了小阳台上 用自己带来的小木条 摆放出一个小木架 不是我们平时搭篝火的那样 是把木条横着叠加起来的 很有规律 很整齐 又在上面滴了几滴食用油 司机先生 用好像是炒熟的面粉一样的东西 合成一个大面团 老师摆放好木架后 就取下了一块面团 在盘子里制作了一个平面的人形 是平躺在盘子里的样子 好像还用一个面条 把面人绑住了 这个记不清了 一边制作 还一边让我想着那天的事情 和那两个人的样子 之后又在我家客厅 挂起了一个西藏的唐卡画 在前面摆放了好多的小铜灯和小铜板 就是电视里西藏佛殿中的那种 注满了水 还有香 味道非常的好闻 很醒脑 这些都是老师自己带来的 房间里的感觉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很透明 很舒服 还点燃了一种粉末 有点香 有点腔 还有些中药的味道 很冲 在房间里边走边念 把每个角落都熏了一遍 这些做过之后 老师就坐在了小阳台的铁锅前 开始念经 十几分钟后 司机先生就把铁锅中的小木架点燃了 还好火不是很大 没有什么烟 否则真怕邻居要打火警电话了 老师一边念经 一边把司机先生递给他的黑芝麻之类的东西 往火里头 又取出一个不好形容的东西 就像一个顶尖向下的金字塔 但是是三个面的 还有一个把手 在把手的顶端 还有一个很恐怖的神像的面部 像是铜制的 用这个东西 把盘子里的面人切割成了一块块 还在他的身上刺 一边刺 还一边念着什么 念得很大声 很有震慑力 说实话 当时很害怕 而后用那个大铜锥子 暂时这样叫吧 把面人的碎块 一小块一小块的 拨到火里去烧 每烧一块 还像火里烧袋子的树枝 就像月季花的花枝一样的大刺 这个时候 发生了一件诡异的事情 厨房里发出了一声很闷很大声的 碰的声音 当时除了婆婆在看孩子 我们都在围观老师师法 都被吓了一跳 老公跑过去看 什么都没有 一切都正常 老师是很镇定的 让司机拿了一包像小米一样的东西 抓起来就像火里面用力抛 那个小米遇到火后就开始崩裂 吓得我们都向后闪 最奇怪的是 那个味道 很不好形容 一开始就像爆米花 但是后来发出来的是那种类似烧死人的味道 本来以为是我的错觉 但是后来问老公 他们也都闻到了 都没敢说 老师接着把剩下的碎块烧完后 就在火边念经 直到火焰熄灭 这段时间其实挺漫长的 然后嘱咐我们 一定要等灰烬全部凉透以后才可以动 要把灰烬撒到别人踩踏不到的地方 在休息的时间 老师用剩下的面团 又制作了一个人偶 和几个二十公分左右高的金字塔 这次是立体的 还把我儿子的头发和指甲放到了里面 并用一种红色的粉末染成了红色 来到了房间里 在宝宝床头点燃了一个很大的酥油煮 就在宝宝床边念一本很厚的长条的金书 念了大约三十分钟后 让老公把那几个红色的金字塔 用盘子端到楼下 向东北方向抛 这个就是发生事情的小公园的方向 我们事先并没有告诉老师 很神奇 他是怎么知道的 后来老公讲 那个炯啊 头都没赶抬就回来了 然后老师又把小面袄 和一些捏成小团的面团 还有糖果放在盘子里 让老公捧到楼下 放到小区大门外的路口处 这次宝宝连电梯都没有好意思坐 一口气走到的楼下 老师大概念了一个多小时 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 这时已经是中午一点多钟了 很奇怪 这期间宝宝不哭也不闹 也不要吃的 初期的老师 老师念满精后 盯住我们 一定要看好蜡烛 不能灭掉 否则就前功尽弃了 蜡烛烧尽之前 不能让宝宝出房间 不可以打开窗帘见天光 什么时候 孩子开口叫妈妈 什么时候就好了 又是一个震惊 如果不是老实说起 我们确实没有想到 宝宝这几天除了哭闹 一声妈妈也没有叫过 事情果然如此 第三天的凌晨 天快亮的时候 小东西居然自己坐了起来 妈妈抱 当时我们这个惊 这个哭啊 我们知道 宝宝肯定已经没事了 完全好了 因为当时蜡烛还在燃烧 所以一直等到蜡烛熄灭 问过老师确认后 才上来向大家报平安 临走时 老师把一条黄色的丝绸 哈达盖在宝宝身上 还摘下自己的呼身符 直接就给宝宝带上了 说 该着和这孩子有这份姻缘 这期间 我们确实 也不免俗套地问过老师 是否要收费 收多少钱 老师的话很直接 你看我缺这些东西吗 就像社会上的很多东西一样 一旦和金钱挂上了钩 也就算完了 我们很幸运 遇到了这么多的好心人 我们没有花一分钱 还得到了老师的太多太多 这件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接下来 咱们讲一个关于介受的故事吧 我一般去什么地方 都是习惯性坐绿皮火车 原因无他 人多 鱼龙混杂 在里面你能看到市井 人生百态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车票便宜 那天我从山东到安徽 坐的就是绿皮火车 坐绿皮火车 其实很有意思的 因为现在年轻人坐火车的少了 基本都是些年纪大的 你能从他们嘴里听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就好比我这次在火车上 隔壁坐的是个老爷子 我俩聊了一路 从历史到政治 从原始部落到现代科学 说真的 当时我就觉得这老爷子不是一般人 因为很多聊的东西我都没听过 不但对本国的历史一清二楚 就连国外历史也说得头头是道 后面我探了探口风 才知道他原来是安徽一所高中的历史老师 刚从山东学习回来 知道老爷子是历史老师后 我更来兴趣了 因为我知道 但凡是历史老师 多少都懂一些周易六摇之类的东西 这一点我真没扯瞎话 尤其是大学里的历史老师 他们对传统文化还是颇有涉猎的 有的甚至比专业算命看挂的都准 所以当时我开了个话题 我们就又聊起了传统文化 半个小时下来怎么说呢 不得不赔负 老爷子能当上重点高中的老师 确实是有本事的 各种典故人物随口就能说出来 知识储备非常丰富 在后面聊到地方习俗的时候 我提了一嘴湖北四川的活子孙寿 活子孙寿 意思就是如果家中的老人活得很久 而孙都死了 老人还特别精神 那就是在活子孙的寿命 还有一种说法是 老人活的岁数太长 会影响或压制子孙的运势 就我记得听过这么一个故事 说是南方某个地区 村里面有个老太太八九十岁了 身体还倍儿棒 吃麻麻香 一个人还能捡柴火烧锅做饭 儿女特别欣慰 逢人就夸自己老母亲身体好 不需要兄弟姐妹几个操心 后面过了没几年 老太太的儿女投资接连失利 赔了很多钱 那一年孙子也高考落榜 一大家子人运气都不好 然后村里就开始有人传闲话 说看到老太太的头发变黑了 又说老太太重新长牙了 这是反老还童的前兆 说不定就是她透了小辈的气韵 才活了那么长时间 以前农村人的造谣能力 大家也都知道 那说的叫一个真 更甚者还有说 老太太重新来月经了 这不是荒唐吗 那老太太虽然年纪大 但人不傻不聋的 听别人把自己说得那么荒唐 怎么能受得了 而且她的子女们对外界的谣言 也从没有表示过不满 好像身心不疑 是因为自己老母亲活的时间太长了 导致自己这一大家子人运势不起 最后给老太太逼得没办法 上吊自杀了 听人说 得知自己老母亲上吊自杀后 他们那些做儿女的 好像松了一口气 就好像绑在自己身上的炸弹 被拆了一样 简直可笑至极 当时我就把这个故事 跟火车上的老爷子说了 老爷子听后只摇头 说 这不是中国传统 都是民间糟粕 佛如是道 哪一个不是信奉孝子为大的 这都是以前的人 不愿意赡养老人 编出来的谎言罢了 现在竟然还有人 把这当作地方民俗 愚昧 愚昧呀 老爷子说的话 我深表同意 礼记中说 凡养老 有一世以艳礼 下后世以祥礼 因人以实礼 周人修而兼用之 也就是说 华夏文明从一开始 就在用礼等制度 赡养老人 还有说八十月居存 九十日有志 意思是八十岁的老人 天子要一个月问一字 九十岁的老人 天子要一天问一字 后世祭祀古礼 中国各地都有皇帝 问老人还在不在 过得还好不好 顺便送礼送官的记载和文物 在道教认为 他们倒是一开始追求的 就是长寿 向老儿不衰 白发反黑 牙齿再生这些 对他们而言都是吉兆 而民间这种活子孙兽的民族 说到底 只是一些人 自私自利的欲望罢了 当时我讲的这个故事 吸引了周围很多人 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 直到老爷子说 这些民族都是愚昧之后 有人站出来反驳说 这还真不一定就是愚昧 我们那边就有这么一件事 跟活子孙兽差不多 不过是老人主动抢兽 说这话的 也是个老爷子 拎了个吊骰的尿素编织袋 短裤大拖鞋 一看就知道是玉丸鲁的农村人 没有任何歧视 相反会感觉很亲切 这老爷子也挺和善的 从编织袋里拿出来一袋青枣 放在小桌上 让我们吃 然后讲道 我们那里靠山 鞋户是可多 以前村里面有个叫刘三姑的大仙 本领很高 在附近很有名声 十里八村 没有不知道他的 不过刘三姑刚嫁到我们村子的时候 名声不太好 刚过门没几个月 公公婆婆就相继去世了 当时村里人都说是他客的 被地里没少说的闲话 老爷子接着说 后面他四十多岁的时候 丈夫也死了 成了寡妇 丈夫死的时候 他硬是一滴眼泪也没掉 到现在 村里还有人说他心狠嘞 老爷子说 这刘三姑可是个人物 自从嫁到他们村子 婆家人相继死了好几个 本来这生死都是天注定 咱们也怪不到刘三姑头上 但这刘三姑真的很奇怪 她仍特别长寿 五十岁那一年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生了一场大病 当时进的气少出的气多 眼瞅着就快不行了 结果一夜之间又好了 可就在他好后没几天 本家侄子突然坠楼摔死了 本家侄子坠楼的事 让人不得不联想到刘三姑身上 不然怎么就那么巧 他的病莫名其妙的好了 本家侄子就突然坠楼了 后面就有人传出来 说他本家侄子死之前做了个梦 梦到刘三姑感激 他俩在街上遇上了 当时刘三姑跟本家侄子说 自己出来的鸡眉庄钱 让本家侄子随便给他拿点 本家侄子一掏口袋 拿出来五十来块钱 就都给刘三姑了 一开始刘三姑不想全要 但本家侄子说 你是我亲老姑 这点钱算啥 就都塞给刘三姑了 刘三姑拿了钱也没说啥 摇摇头就走了 后面本家侄子醒过来 觉得这个梦很奇怪 就跟媳妇说了 本来都没当回事 结果谁知道 没两天他就出事了 这是越传越邪乎 到最后就有人说 是刘三姑借了本家侄子的养寿 他活了 本家侄子就死了 不过这话说归说 都是背地嚼舌根 也没人敢搬名面上来 毕竟当时村里人 有个啥事都找刘三姑办 再者这是谁也说不出来个名堂 就只能不了了之 后面刘三姑就这样 又活了三十多年 这三十多年 大家本来都把这事忘得差不多了 结果刘三姑突然又病了 这次有点严重 医院检查说 最多再活个把月 当时刘三姑的子女们 都从城里回来了 都准备给他办后事了 子女们怕他痛苦 就让他放心走吧 待刘三姑死活不闭眼 非说有一个小孙子没见到 小孙子不来见他最后一面 他死都不瞑目 没办法 为了能让刘三姑走得安心 子女们又把小孙子带了过来 就在当天晚上 刘三姑的小孙子做了个梦 梦里面刘三姑盯着他 也不说话 他叫奶奶也没回应 最后刘三姑动了 伸手往小孙子口袋里掏 没一会儿掏出了一把钱 刘三姑从这一把钱里面 拿了几张毛票 剩下的又给塞回小孙子口袋里了 后面小孙子就醒了 醒了后就把自己做的这个梦 告诉父母了 小孙子的父母 也就是刘三姑的儿子儿媳 听到这话没当回事 但是随后就想起来 之前本家侄子坠楼的事 他们也听人说过 说本家侄子坠楼前 做梦梦到了老太太 老太太找他要钱 他把兜里的钱全给老太太了 没几天就突然坠楼死了 一开始他们只以为这是个巧合 可谁知道没过几天 本来奄奄一息的刘三姑 突然又莫名其妙地好了 能吃能喝 一点不像得病的样子 就在刘三姑病好后 没几天 他的小孙子就病了 病了很长时间 医院里也查不出来什么原因 最后不知道谁说 会不会跟刘三姑病好有关系 说者无心 听者有心 小孙子的父母开始四处找人 最后惊人介绍 找到了一个先生 降到这里 火车上拎编织带的老爷子 停了下来 这一停 把人心勾得痒痒的 赶紧催着问他 然后呢 老爷子停下来喝口水 接着说 然后啊 然后就找了个先生 那先生说 刘三姑这是抢兽 本来他就是早要的命 不知道在哪学的歪门邪道 本家侄子把兜礼钱都给他 就是把自己后面的养手都给了他 后面抢小孙子的兽 因为是自己的亲孙子 没忍心多拿 所以就拿了几张毛票 不过这几张毛票 也要了小孙子好几个月的兽命 自然大病不起 早要的命 那刘三姑他公婆 以及丈夫早逝 也是被他抢了受骂 我问道 老爷子说 那我也不知道 也没听人说过 不过我觉得 应该跟刘三姑是有关系的 不然哪有人那么狠心 自己丈夫死了 一滴眼泪都不掉 跟个没事人一样 不过那先生说了 抢兽只能抢亲人的 外人的他抢不了 所以要想 不让刘三姑再抢兽 就去淘几根寡妇用的针 因为寡妇命应 寡妇用的针更硬 老爷子说 用寡妇用过的针 缝几个红荷包 让亲人随身佩戴 荷包里面装点黄土和陶木血 这样到时候 刘三姑就抢不了兽了 后面过了几个月 小孙子的病好了 而刘三姑却又病重了 这次刘三姑的子女 听了先生的法子 把红荷包随身佩戴 这次谁都没梦到刘三姑 一夜过后 天一亮 子女们就发现 刘三姑咽气了 听老爷子讲完这个故事 没多久 我就到战了 其实伙子孙兽也好 享受续命也罢 既然有流传 那么肯定有来源 历史掩埋了很多真相 我们也就只能听人口传 真假我们不必细究 是善是恶 玄平心里一感称 总能质 之后 不贵的